华山论剑 继续回答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 我这个红掌咋的了 这个叫静腐病 用什么小黄二号 好吧 臭宝 一般得这种静腐病啊 就是因为积水烂根 你要是有时间的时候你拿起来看 它那个红掌的根系肉堵堵的 特别害怕积水无根 用药 用药 连喷加罐一提来 用小黄二号就可以解决了 像个臭宝说 这是咋回事啊 怎么治啊 能看整体吗 好多的臭宝就是发一个叶片 你发一个叶片代表不了什么 而且是老叶片 明白吗 你就比方说 哎呀 老花叶 我们这个 哎呀 我家庭挺和睦的 有儿有女的 有车有房的 啥都有 我前女友 你看看 我看 看那玩意干啥 你长得好 你非得看他干啥 他老叶子 胳膊拿得不好 你管他干啥呀 别纠结 他如果新叶子有这种毛病 那属于 而且这个叶子不好 剪掉就行了 你害怕得一些病的话可以用小黄二号来预防 明白了吗 下个初跑 帮我看看同样的环境 你看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 我跟你说啊 右边这个是咋回事 黄花病 就是你可以理解 左边这个呢 就跟他人一样 左边这个胃很好 你他的胃口好 你吃什么他都能长壮 右边那个胃口不好了 主要原因就是碱性高 但是人身上的就是胃酸分泌不足了 说白了就得病了 怎么办 用杀菌药小黄二号 第二步呢 是把这一个黄的剪掉 黄的白的这种不可能变绿了 第三步呢 用些反肥水 明白了吗 就会好很多 慢慢的就能调回来了 给他们上 下一个周包 蝴蝶兰还能救吗 这玩呢 我看的是有些缺水和缺肥 别强光暴晒 蝴蝶兰不喜欢强光暴晒 就喜欢我这种 遮阳 明白了吗 后边这种光照都有点强了 懂这个事就行了 下个周包 四年的橘子树 不开花不结果 叶子黄了 这乐乐的 也是黄花病 修剪 用杀菌药给反肥水就解决了 你看 很多患者来来后回就问这些问题 有的患者说 老患者你又没点新鲜的 其实人得病也那样 无非就是内科外科 你再分一些个就是 比方说神经科 副科 对不对 他来来回回就这些科室嘛 这个就可以修剪一下了 周包 这话说 我怎么修剪 你就看着不好的 细做的那些字条 不好的全部剪掉 而且把那个下边的那些 全部剪掉 好吧 如果说你在青州的话 我可以开车免费去给你剪剪 给你拍拍视频的 下个周包说 白蓝老叶 咋办呀 这个那的 你这个是水大 秋光通风叉 这不是说你用101这个那的 现在是控水 等到下回该浇水的时候 用小黄二号 这是得病 你用肥料是没有用的 用101的不管用 明白了吗 要杀菌 要杀菌 要控水 要控水 托盘里的水及时倒掉 好了 别的没啥呢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姨 养花最在意 白了测法 很多摩龙 好 唯有 的